为了留住这个完整的家 田大姐一再地忍让前夫提出的所有要求 大姐以为给了钱和房子 前夫就能踏实地和他好好过日子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一再地给予换来的只是前夫的变本加厉 我没成小他就到后就没完没了的 反正给点钱我就过两年 完了我又走了 就是一步点事就走了 又走步又不过了 不过我说这回我说我也不求你了 或者别人说 人家说了人家能回来 但是你得给拿钱 我说我没有了这回 我说该分的分都没了 我说还拿啥钱呢 我说这不都是钱惹的货吗 以前他穷的事 就啥说都没有 这不是有钱了吗 你就这没完没了的 我说就不能为自己活一把吗 孩子也不是说过不上六亿 也不缺钱的 他就要那么低 那你说那你咋找 因为钱田大姐在2019年结束了和钱夫32年的婚姻 虽说离婚是大姐提出来的 但是这件事也对她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那我都简直我都真的都不想活了 就像个人这一辈子跟谁俩都实心实意 到会儿早点家家不没家 伤心吧 就是这阳哥队这几个姐妹 他们天天劝我咱们天天劝我咋地的 或者个人心看没他活不了了的好好活 就这么的就过来了 这两年时间 这两年时间阳哥队的姐妹们带着大姐渐渐地从离婚的应用中走了出来 大姐也开始关注我们的节目 直到在节目里看到了杨俊文杨大哥 大姐决定再往前走一步 没事我就也固然总看咱们节目 一看他人瞅着挺 就是演员还行吧 然后你就给我们打电话了 想参加 那你今天对这个天大哥这个事有没有啥期待呀 那他期待当然他能看上我呗 有没有信心 我有信心 田大姐对今天和大哥的见面是既紧张又充满期待呀 那他和杨大哥的见面又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田书彦田大姐在看过我们的节目之后 乡中了杨俊文杨大哥 红娘向大哥介绍了田大姐的情况 大哥表示也想跟田大姐见一面 他姐把门都给你留出来 哎呀 他介绍吗 你好你好你好 谢谢啊 不成这个意 挺为新年 不是随意买水果多少钱的事 是这份心意 大哥我先给你俩介绍一下 好点好点 你认识的 我是认识的 对 你要认识的 田书彦 杨俊文 你好你好 你好 这个还行 这人挺温柔的 就见面低一下感觉 有女人味 这很变 这呢 这是大姐的姊妹 你好 你好 大姐吧 所以给你准备了一桌饭菜 哎呀 现在承了她手也但是非常不小 大姐这个手啊 看见没有 受伤了 哎呀 然后让姊妹过来帮她承了两个菜 太谢谢 太谢谢 这说明人家挺重视的 啊 这确实是在电视上看咱们 是吧 挺抬起咱们的 我心里是由衷地感到表示心意 啊 看来俩人今天的相亲是开了个好头啊 杨大哥也感受到了大姐对她的重视 大哥说呀 可不能辜负了大姐的心意 她也得给大姐露一手 不得一会儿我沙灶 没问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哥也是一天习意哈 大哥一个小机会 这是山菜 酸野菜和粉 哎呀这个太好了 这个 这个菜呀 这个是绿色食品呢 绿色 嗯 这个菜呀不一定能做好啊 因为啥呀 这个菜以前没吃过 啥呀不行 有人做就行 那拖 人家说话啥的 是不是 不是那么强势 是吧 善解人意 炒个菜的功夫 大姐的善解人意 又得到了大哥的认可 这菜是上桌了 但是杨大哥毕竟是头一会儿做这道菜 有点担心这菜呀 不合大姐的口味 但是 尽到心思不一定能达到最终的效果 效果不一定好 是吧 是就担心这道菜呀 对对对 主要是不是也怕头一会儿来 对呀 没做好 就是 或者整个胡了吧去的 人家味道就不好 是不是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也是 有点那个 心里不脱地那种感觉 那大姐给你尝尝 尝尝尝尝 你尝尝尝咸鲜蛋 嗯 咸蛋真好 挺呵护我的口 你尝尝 头会儿展示厨艺就得到了大姐的认可 大哥心里也是挺高兴的 但是看大姐夹菜的时候用筷子不太方便 杨大哥说了 中阴养生我还是懂一点的 咱先别吃了 我先帮你按按摩 缓解一下 那我给他 我给他揉一揉 嗯 拿白酒 我给你做个示范 白酒完了再拿火 点一下 哦 好 天天有人算给你揉一揉 哎 用这个酒 就找着人吗 那就好 好喝吧 感觉如何 挺熟悉 这就是输筋活血 起这个作用 它本身输筋活血 再加上这个油的劲儿 这个就是你愈合的肯定快 你这没人管 没人问的 你说这哪年能好啊 能不能经常管呢 多知己啊 对 大姐多可爱 那肯定的 不但管你还得无微不至你 哎呀 就要找这么一个人 哎呀 碰着 大哥的这句无微不至地照顾你 可是说到了大姐的心海里啊 现场的氛围也是越来越好 大哥一边给大姐按摩 一边和她聊起了天 你今天多大岁了 我五五年生人 大姐这个年龄怎么样啊 年龄没问题 我注重感觉化的 首先就是这个人品 啊 这个人的品质 这个 咱们 你这不还有个意外收获呢 是不是 嗯 还请中 找中医 这是给给给 成田多好啊 连治病又有养生的 你说的 请保健医 这请什么保健医 这不就是家里的保健医吗 我是可以这样说吧 我们说我除去可能给你做好保镖 在家我会把饭烧 哎 你要有大病小情 我保健医 只剩一般的情况下 不用出屋 就能使你病好 来 我在你跟前 我一天最少给你 按摩两次到三次 你想啥感觉 是不是 除非大姐美的 那 我也得照顾 咱俩都 互进互安 对 这必须得 只要能走到一起 这是放在首要 我认为 什么都高于不了精神生活 我敬着你 说你看我天天关心着你 他心情能不高兴 你什么叫 互安慰 什么叫 使他你 感到快感 是吧 就是说 从语言上 这就提高精神生活 从古到今 不是什么 良言一句 三冬都暖 都不暖 总之来说 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暖心 他肯定高兴 接到大哥以后 能让你高兴过 能 那心情老好了 心情好 我就身体更好了 我觉得他挺有诚意 我就觉得我的眼光 谁这么大数据 那真心话和虚意的耳眼 我觉得我看人还是挺尊 从养生保健聊到了精神生活 大哥的每一句话都在拨动 大姐的心弦呢 更是坚定了自己的眼光 聊了这么多 大哥对大姐是个啥看法呢 就是咱们就这一段接触 这个时间的接触 人 咱们只是无可非议 无论是过日子 或者对人 既然代入方面 只是无可非议 通过他的语言 通过我来 他的语言 和他的每个微妙的行动 我说给我拿调料 或者切葱花 肯定这个人品质是一流的 挺温柔的 你听说话 你听办事 得到了大哥的认可 大姐也是鼓起了勇气 开始了对杨大哥的表白 像你得那天看节目也说 说前三十年都是为了国家做贡献 退休以后这回找老伴 就对老伴好 我是对你是一百放心了 好 当然感到挺自豪了 是啊 是啊 那有人这么谈议我 是啊 可能像董勇讲话的 今生就是在第一会儿 这是发了肺腑的高兴 这是 因为他在我心目中 也有一定位置 咱俩撤一撤 是吧 了解了解在家世一幕 是吧 你说呢 我说也行 握手 大约你长久陪伴我 经过大哥这一顿按摩呀 田大姐说 他的手真是轻快了不少 拿筷子都不像之前那么费劲了 大姐跟红娘说 他的手都摔伤好几个月了 之所以一直没好啊 就是因为他一个人生活 啥活都得自己干 现在遇到了杨大哥呀 大哥不仅会给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还能帮着他做做按摩 调理身体 俩人没事还能说说话 唠唠嗑 大姐说呀 以后有了杨大哥 不仅这手上的伤 会好得快一点 他们的晚年生活 也会越来越幸福